美国机空中心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 随着大部分地区加快放宽限制举措 美国27个州份都录得新增新冠病例的显著上升 而美国日军航空旅行人数首超150万 专家预警美国疫情反弹风险增加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纽约 旧金山 波士顿等美国主要城市 纷纷举行大规模反仇视亚裔游行集会 纽约市上千人走上街头 从时报广场至联合广场以及中国城 许多多场游行示威活动 作为仇恨亚裔犯罪重灾区 纽约近期有多位亚裔店主 民众甚至亚裔警员 成为亚裔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纽约市警方表示 亚裔移民因语言身份的原因 通常在举报犯罪行为上犹豫不决 助长了种族歧视者的嚣张气焰 警方称在纽约州针对亚裔的攻击中 证明种族主义动机特别困难 而许多受害者都是遭抢劫的店铺业主 使得动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控罪难成为打击仇恨亚裔犯罪的重要阻碍 另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上千民众 也在周末参加了反对仇恨亚裔的游行示威 当天的游行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卡伯特广场开始 然后到达位于唐人街的中山公园 人们在那里祭奠了美国亚特兰大枪击事件的受害者 参加游行示威的既有普通民众 也有亚裔的市议员等 还有许多其他族裔的民众 这次游行示威的目的既是对美国亚裔的声援 也是对加拿大存在的对亚裔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谴责 温哥华警方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近一年温哥华针对亚裔的犯罪数量激增了7倍 高居整个北美地区之首 首都沃泰华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比2019年增扎了6倍 近期有大量移民试图从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入境美国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会在某个时间点到访美墨边境 拜登和妻子21号从戴维营返回白宫 在回答记者有关移民的提问时 拜登表示他理解边境设施当前所处的状态 并强调政府在应对移民潮和非法越境方面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当中包括重新确立此前原本就存在的政策 使移民能够在母国进行庇护申请 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则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 指责前任特朗普政府 破坏了美国既有的移民系统 从而引发混乱 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墨边境收容和拘留的 未成年无证移民数量持续飙升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目前有近1.05万名未成年非法移民 被转入用于收容未成年人的设施 与5000人被关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拘留所 未成年人在拘留所的平均时间达136个小时 远超美国法律规定的72小时限制 民主党众议员库埃拉提供的一些设施内部照片 揭示了德州唐纳市一个设施中 移民儿童的恶劣生活状况 并表示未成年人需要更快地转移到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而此前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克哈斯表示 现已新建三处设施 用于收容未成年非法移民 但他并未提供启用新设施的时间表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前特朗普政府高级顾问米勒近期表示 特朗普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通过自己的平台重返社交媒体 米勒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该平台将彻底重新定义游戏规则 并将吸引数千万用户 米勒还透露特朗普一直在海湖庄园 与各种团队举行高级会议 就新平台的运作进行商谈 在1月6号国会发生致命的暴乱后 特朗普的推特账户因涉嫌煽动暴力 而被永久停用 随后Facebook和YouTube也暂停了特朗普的账户 推特的首席财务官希格尔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即使特朗普决定再次竞选公职 该公司对其账户的禁令仍将存在 近日一名28岁的美国亚裔女性 在加州洛杉矶县被枪杀 这名遇害者的家人怀疑 这起枪击案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 据报道 枪击案发生在20号早上6点左右的一个街区 警方称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 发现这名女子遭到了枪击 她被送往医院后宣布死亡 警方在声明中提到 目前尚无法得知犯罪动机或任何可疑线索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当地有活动人士表示 这名亚裔女性因一名为雄西亚 其家人要求洛杉矶县治安部门 就此案进行仇恨犯罪调查 同时他也提到在全美范围内 遭到谋杀或是暴力袭击的亚裔女性人数 正急剧增加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连锁餐厅德克萨斯客栈的创始人和CEO 肯特·泰勒近日因男人新冠肺炎后遗症的困扰而自杀 泰勒的家人和公司21号发布声明 证实了他的死讯 声明中提到 在与包括严重耳鸣在内的新冠后遗症进行斗争后 泰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并补充称 最近数日加剧的痛苦令泰勒难以忍受 对此有专家表示 新冠病毒会加剧耳鸣问题 泰勒在1993年开设了第一家餐厅 其公司目前在美国49个州和另外的10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着超过600家餐厅 洛杉矶联合学区负责人伯特纳周一宣布 该学区预计将在4月12号这周重新开放第一批校园 包括50所小学和10个早教中心 洛杉矶联合教师工会和学区 此前达成面授课程协议 当中包括对学校员工接种疫苗 洛杉矶县的疫情等级降至低于紫色级别 以及每所学校的安全协议 上周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当中提到在学生均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允许学生在教室里的间隔仅为三英尺 而不是之前建议的六英尺 同时还需要其他的预防措施 但学区官员表示 根据他们与教室工会的协议 他们将坚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纽约州长科默周一宣布 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民众 周二起可以开始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本月早些时候 科默已将接种疫苗的年龄限制 从65岁降低至60岁 除此之外 纽约州2600多家药房 现在也可以为有既往病史的人 接种新冠疫苗 科默早前还表示 纽约州目前已有25%的人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并且该人群中的一半已完成了两剂的注射 虽然纽约州疫苗接种数量不断增加 新增住院和死亡人数不断降低 但科默警告称 纽约州发现了自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感染病例 而这种病毒更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且对已经康复患者的抗体更具抵抗力 因此民众应引起警惕 继续保持防疫措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